今天是礼拜六 大家伙都休息的 我一天都没出门 就是因为公布岗外面人多 我现在子沛出去跑步 子沛平时架着东西 像展嘉娃网友说的 给我20天还你们一个健康的营营 应该没啥问题 只要我每天都坚持 每天都这样 20天 我觉得半个月都差不多能好转 这东西不能去根 只能说 你把生活习惯啥的 调整好了 它能缓解像正常人似的 你看我现在手还掐在这 肩膀头子还酸 也不知道怎么肩膀头还酸了 这样子 我们现在怎么看 我也凶不得了 买了 咱们 坐在这边 那么 但现在天还没黑啊 最初人也少了 出去练练吧 一出来这羊腿啊 清娘娘的可开心了 原来今天不舒服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锻炼 看你得天天练 一天不练它难受 你看没人 我先练了啊 你说给你们看看我练的小步法 你看就精神不正常的小步法啊 但是对我的腰椎很管用 哎呀 世界之大 总想要去飞 就算满身上奔 今天人好多呀 只要人多我就放不开说话 你看玩自媒体好几年了 到现在还没改了这个毛病啊 我就不拍了 我这羊头上面还有人 前面后面准备都有人 今天学上放假 再加上大伙都算休日吧 又出来锻炼的 还有出来溜弯的 还有溜狗的溜孩子的 还有一些青少年在这玩滑板的 还有坐上车的 哎呦 今天就玩那个翘头 前面轮胎就起来了 就在那练炼炼杂技 走一圈我就回去 我今天不跑步 也没谁跑步 都在那玩耍了 这家伙钓鱼真有瘾 穿个大水榻 跑到黄埔江里边 就偷摸钓鱼 有一个漏洞 有个拐脚的地方 别人可能发现不了 好就钓鱼来了 而且岸边上还有其他人在后面 他说没穿水榻进不去 他又来了 来了 今天挺凉的 钓鱼确实有瘾的 你看看大水岔 在城市里面还能看到这种装备的 也不怕浪给他冲走了 都来了 他这个地方有个 有个地方水不深 那么找到位子 只要你迈过去 然后站到这位子就行了 都是老钓鱼者的 偷的钓 我一直走到天黑 走着两个都要试 我买了点菜 其实现在天黑了 就是我这个路吧 光线挺好的 回去吃牛肉火锅 我最近一直在买雕龙 有一家店卖的内蒙的牛肉 雕龙卖的不贵 68元 雪花卖80元 一道菜场买点菜 松茸 然后小白菜 然后还有一个豆苗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尝试过 这个松茸松火锅可好吃了 咱们也买不到野生的松茸 就买这种养殖的也行 又鲜又脆 我把它收拾收拾 一会儿切片 红杆杆 什么版本 吃一盘松茸都能吃饱了 再来点牛肉 再来点豆苗 其他就不要了 豆苗洗这些 能吃两顿 今天不就不吃了 因为咱们吃了松茸 脆 再来一层杭粥小白菜 吃火锅省事 你把菜洗干净 往里一涮就行了 炒菜又有油 要浪费时间 先烦 光吃菜都能吃饱 自己调的蘸料 小米辣 香菜 小葱 蒜泥 再放点二八酱 就是老北京蒜火锅 蘸羊肉那个酱 一个手挤 有点费劲 这是芝麻和花生 咱们开始蒜火锅了 我今天弄的是清汤锅 清汤里边放两个大枣 还放点枸杞 我一直喝这个啤酒 原浆精酿啤酒 这也是青岛的 我看看 我记得是青岛的 特色浑浊型啤酒 底部有少量的 酵母 摇匀后 放心使用 这是青岛的 青岛名牌 这个瓶口是这样的 一拉就行了 窝也开了 这东西越煮越细 可以当汤底 我在这闻火锅底料的味道也挺香 不喜欢吃牛肉的地方 雪瓜牛肉我不太喜欢吃 什么上半我都不太喜欢吃 就喜欢吃掉的 先喝一口 好多天没喝酒 自从怀疑自己血脂高 就没敢喝 挺好喝的 吃饿了 这二八酱我也喜欢吃 老板就上火锅那个味 来吧 太好吃了 桌子 刚刚一直站着的 这是老板用普通的切肉刀 一刀一刀给我切出来的 牛肉真好 再来一口酒 正常我是喜欢吃麻辣的锅底 但是现在不能吃油的了 所以就吃点清汤的 大点火 我这个电磁炉用了好多年了 没熟过 看咱这啤酒出沫了 全是酒花 酒花不能浪费 然后给吸进去了 这松茸好没好 应该好的 说小了 咱先吃个松茸 脆 脆 继续煮牛肉 新鲜的牛肉 新鲜的蔬菜 好了 朋友们 我先吃着喝着了 我今天就是不想说话 还不想见人 不知道这算不算自闭 可能人 偶尔有一段时间会这样的 我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跟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